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 铜磅跟铝磅互相结合如这个图 那磅的长度与截面积均相同 就是这个长度跟横截面积都一样 铜磅的另一端 至于加热乳内温度为尺220度 这也是220度 另外这一边是0度C 请计算铜磅与铝磅结合处的温度 要问这里的温度 铜热传导系数是380 这个是铜的 热传导系数是380 标准单位 铝的是200 也是标准单位 让我们晓得说 这个热传导电力 互利液的热传导电力 它怎么讲 它说热流 DH DT 热流 是等于K A 这边 DT DX 这个就是温度T度 温度基础从这里到这里的话 就是ΔT ΔX 温度T度 ΔT 那我们现在取决热纸就不用教了 那我们晓得就是说 通过铜的任何一个恒结面积的热流 跟通过铝的任何一个结面积的热流是一样的 这个是能量要守红的 所以我们晓得说 通过这一段的热流 跟通过这一段热流一样 也就是说 K A C U A DT C U A DT DT X 会等于 K 女的 A A DT 女的 A DT 两个DT X 一样 所以可以消费 A A也是一样 横结面积也是一样 所以可以消掉 好 那现在我们就晓得说 K C U 是380 好 那我们高温的减低温的 本来应该是后面减前面的 那后面减前面的话 这个就要加5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就大的减小的 225 好 减掉 T 会等到什么呢 200 我要大的减小的 T 减零 好 那这样T我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把T移过来 380 乘以250 等于多少呢 380 加 380乘以225 225 等于 这个380一过来 加200 T 380 480 可以比较多 380 380 480 580 480 480 480 580 580 580 大概是17.4137931 大概是147.41 然後度C 差不多這樣子